全球共庆2019年 昨天晚上各地的倒数跨年活动都相当的精彩 那其中澳洲就呈现了有史以来最大型的烟花秀 海港大桥和悉尼歌剧院等多个地标 同时发射了璀璨的烟花 让整座城市都染上了绚丽的缤纷色彩 马上跟随镜头一起到各国去观赏精彩的跨年活动 1 2 1 纽西兰是全球第一个跨入新年的国家 随着倒数归零 奥克兰天空塔烟花四射 千万民众欢呼不断 喜迎2019 排在纽西兰之后 悉尼海港大桥 歌剧院等著名地标 喷发绚丽烟火 为代鼠国带来有史以来最大型的烟花秀 五彩缤纷和澎湃乐曲弥漫 新年倒数活动不是新鲜事 但是在朝鲜绝对不是常见的事 平壤今日成广场搭建大型舞台 表演者在烟花秀下 再歌再舞 热闹非凡 除了迷人烟花和欢愉音乐 首尔普兴格传来振振终声 韩国民众一同祈福 希望新的一年平安顺利 维多利亚港绚烂多彩 有亿万岁音乐响彻云霄 浪漫之都跨年倒数 灯光投影搭配朵朵烟花在空中绽放 一场光合影的表演 在乐曲点缀下耀眼登场 午夜十二点 大笨钟钟声响起 璀璨烟花照耀泰晤士和 激昂音乐伴随英伦 共同欢庆新年 世界最高大楼迪拜塔化身大型花卉 在幻化成800米圣诞树 棕榈群岛烟花点缀 民众欢呼高歌 跨年喜悦气氛浓厚 祈愿2019年充满希望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